你们好,欢迎跟我一起学习汉语俗语与文化。 今天我们学习左耳朵进,右耳朵出这条俗语, 跟我读左耳朵进,右耳朵出。 这个俗语是说一些话从左耳朵进去, 但是没有记在脑子里,又从右耳朵出来了。 所以,我们用左耳朵进,右耳朵出来表示, 一个人不认真听别人说话, 或者听过之后很快就忘记了。 比如,爸爸正在看足球比赛, 儿子跟他提起了自己的女朋友。 爸爸,明天我女朋友来家里做客。 你女朋友叫什么名字? 我都跟您说过好几遍了, 她叫韩东梅。 您呀,总是左耳朵进,右耳朵出, 还是给您写在纸上吧。 有时对别人说的话左耳朵进,右耳朵出, 也许不是因为记性差,也不是不认真, 而是因为不愿意听。 比如下面这段对话, 爸爸喜欢抽烟,妈妈劝了好多次都没有用。 你怎么又抽烟了? 我说的话,你总是左耳朵进,右耳朵出的。 到时候生病住院,可没有卖后悔药的。 下次,我不会左耳朵进,右耳朵出了。 同学们,当别人说的话对我们有帮助时, 我们还是应该好好听一下, 可不能左耳朵进,右耳朵出呀。 好,下面我们来练习一下。 妻子让丈夫下班路上帮忙买菜, 结果丈夫给忘了。 想一想,妻子用左耳朵进,右耳朵出怎么说呢? 准备好了吗? 她可能会这样说, 你看,我跟你说什么你都是左耳朵进,右耳朵出, 从来都记不住, 还是我自己去吧。 下面我们再做一个练习。 女儿不喜欢画画。 妈妈说,今天老师教你们画鸡蛋, 怎么画,你还记得吗? 女儿说,哎呀,我忘了。 想一想,妈妈用左耳朵进,右耳朵出怎么说呢? 准备好了吗? 开始。 她可能会这样说, 你呀,听课总是左耳朵进,右耳朵出, 一点儿也不认真。 好,同学们, 左耳朵进,右耳朵出这条俗语, 我们就学到这里。 下次课再见。